目前世界经济状况起伏多变 民众对于未来的财务投资规划深感疑虑 为此 范宇集团与中美会计师协会的各个领域专家 举办大型资讯博览会 共同讨论财经论题 由中美会计师协会主办范宇集团协办的2019专家博览会 6月15号将在圣盖博西尔顿举行 这次盛会将整合10大领域的专家于年免费面对面 5月31号 范宇集团在总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与5位专家共同研讨财务管理问题为博览会热身 其实对未来几年我们对整个美国的经济各方面都很看好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有四大武器 很多钱都要到美国来了 第一个 肥卡让很多美国身份的钱在海外不好放了 要回美国 然后第二个 现在其他国家的CRS而美国不在里面 所以美国将来成为很多世界新的省税的地方 所以更多的钱要过来 加上公司的省税 加上中美贸易战 所以我们对未来说 在美国来说 未来5年 10年甚至20年 很多钱要到美国来了 但如果很多钱到美国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准备呢 所以在范宇集团在这个时候我们成立各个部门 然后不管在地产 商业 各方面的部门 我们希望帮这些能到美国来投资 还有在地的人 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最好的服务 能够真正做到一站式的服务 那最近我们也刚好 也在公司方面我们也增加了 包括我们现在提供payroll跟HR的service 加上我们有健康保险 商业保险加退休计划 所以我们不但是个人方面做到一站式 在未来的时间里 我们在公司方面也会做到一站式 而这个在美国还算是一个创举 其实像我们的贷款服务里面 我们包括了一站式的服务 像譬如说一般会使用到的这个房屋住宅贷款 或者是私人借贷 甚至于像这个商业上面的贷款 我们通通都有在帮客户做一些一站式的服务 所以如果有任何需要这个贷款方面的话 我们都有很专业 很强大的团队来为各位做服务 几十年来受到广大的这个民众 压抑的民众来支持我们 那我们在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同时 我们也支持这个专业的团队或专业的协会 他们所主办的这样的一个协会 透过这样的协会能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乡亲们 更深地了解在美国如何生活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生活保险资讯 可以登陆www.transglobalus.com 或者是登陆CACPAA.com 了解专家博览会的讯息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